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呀 我从2010年就开始修 修到现在怎么现在修 结果老师那个 觉得好像在退步似的 你记住一句话 觉得自己退步 那就是一定有问题的 自己要精进 因为你们不在师父身边 很难的 有时候真的很辛苦 所以像你这种退步的人 我跟你讲 你不要不开心 你白话佛法看的太少了 我是听听看 但是有时候看不进去的 好啦好啦 那白看 看不进去不叫白看吗 对不对呀 你要学的 要懂的 师父不在身边 你必须要看白话佛法 他们在师父身边 有时候能够听到 师父给他们的教诲 他们就会改变很多 明白了吗 嗯 是 你自己要懂啊 一个人学佛 不是很简单的 不是走平路啊 那是爬山的 当你爬上山之后 你就知道 原来这么高啊 这么抖啊 这么不容易啊 你告诉我 哪一个人进步是容易的 你就是读书苦不苦啊 也很辛苦啊 但是你考出来之后 你找到个好工作 人家为什么做 做其他的不好的工作啊 为什么你能做好工作啊 因为你读书的时候很苦 很用功 对不对啊 师父 我在美国就没工作过 我就讲给你 我就讲给你听这个意思 听得懂吗 嗯 嗯 对 因为但是 因为我们这边人比较少嘛 就是 所以 要坚强 有时候呢 我跟你说了 你现在 你现在 不在师父身边 你最好的方法 一个多听白话佛法 一个多看白话佛法 你这样的话 会生出智慧出来的 你要记住 一个人说 这个也不行 那个也不行 哎呀我怎么去 觉得自己好像不进步啊 那实际上 你就是因为没有思想基础 没有理论基础 没有 思维上没有人引导你 明白了吗 嗯 要好好 我是每天晚上都放着白话佛法去睡觉的 在这儿还是清醒去就是 你想想看 那有什么用啊 你把 你把白话佛法放着进 就当上催眠器的 那不行 明白吗 对我不听就睡得到觉啊 嗯 对呀 你就知道里面有能量嘛 更要学了呀 除了供修佛法之后 自己在家里清修也是很重要 我们不 并不提倡说每天 到处跑啊 到处怎么样 自己要加强自己的修 修习佛法的一个时间 听得懂吗 因为你啊 我跟你说 我跟你讲话 我就知道 你心定不下来 心定的下来 所以你做不了法师的呀 你能够做法师的话 你天天可以 做人那里不动 然后念经 一天都没关系 这叫炉炉不动 你现在心不定啊 所以 学会心定 我问你 等到年纪大了 不能走动了 在家里的时候 你现在学了一个很好的习惯 能够定得下来 那你以后晚年也能做得下来 你如果现在是上船下跳 你等到躺在床上 生病要走的时候 你痛苦不堪呢 可是怎么样能定下来呢 我觉得我现在比以前差了 以前好像比现在好一些 你好好看白话佛法 还有念心经 就能定下来 要知道人生就是个过程 不要着急 不要难过 一切都会过去 经常有这种思维 你就会定得下来 明白了吗 嗯 好谢谢 好了 你听台长讲话 你就好好地吻着 好吧 我告诉你 你记住 好人一定有好报 恶人一定有恶报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听得懂吗 你知道你是个好人 你就应该好好地去继续修行 不要想的太多 天上菩萨都看着了 明白了吗 你现在记住一句话 什么事情 发生了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但是 可能过一段时间就是个好事情 你要记住了 我们有时候 对待人间所有发生的事情 你都要接受它 因为有时候 它可以给你带来更多的 啊 这个醒悟 啊 你比方说一个人婚姻失败 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 但是就是因为他婚姻失败 他才开悟 他还知道人生无常 所以任何事情都应与着 好事 钱财亏损一点 以后还能再赚 但是如果一个人生 亏损了 那你都弥补不了 谢谢 听台长的话 人生一辈子 不会 菩萨不会让你吃亏的 我吃了很多亏 师父吃的亏最多 比你们都多 我现在得到的 对啊 我现在得到的补偿 是所有人都得不到的 所以你们想一想就可以了 我吃多少苦 吃多少亏 所以你们要好好地记住 天上菩萨不会给我们吃亏的 只要你好好念经修行 对得起别人 好不好啊 好 谢谢 谢谢你电话 天天念心经 师父会给你加持的 我相信啊 我相信菩萨很快就会保佑你